因为你现在呢 就说这个诈骗团伙诈骗成功之后 他必须要通过银行的金融机构 把这钱取走 什么概念 一般来说一次这个电信诈骗 他那个诈骗账户 他都会告诉你往我这个账户里汇钱 很多人往他汇钱 诈骗账户有个特点 他往往不是一个人受骗的 经常几百上千的人往这账户里汇钱 那么你银行监控一个账户 突然出现异常情况 这么多人往这账户汇钱 这个账户有问题 银行就应该及时向相关部份汇报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 往往这些钱都是单向流动的 都往这汇 这个账户不可能把钱再往别的账户汇 就我再给你退回去 或者分别的就是不可能 所以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多贫次的 额度不大 但是贫次很勤 几百上千人往我汇 第二个是单向性的 就是往您汇不往出处 应该说这点来说 银行监管是一点不成问题的 就首先他能把犯罪的这个账户给控制住 因为诈骗账户存在之后 大量的钱进来了 怎么取走呢 他需要办银行卡才能取走 需要化整为零 要在一个部门取走 太乍眼 比方说诈骗了四百万 在一个地方一下取四百万 这多贤眼 他会犯罪分子很聪明 会采取什么方式 我办几百张卡 然后分散到各个地方 有国内有国外的各个地方 把这钱分期分批取走 那么他必然要多办银行卡 那么银行呢 办银行卡有利益冲动 所以银行首先呢 犯罪分子愿意多办银行卡 这边呢 银行愿意多发银行卡 再有非常重要一点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诈骗团伙在台湾 诈骗了三千八百万人民币 结果这个团伙呢 为了能取走这些钱呢 办了三千六百零七张银行卡 那么凡是办的银联银行卡 如果在中国境外 比方说从那个归员机上取钱 每取一万块钱 手续费是一百块钱 就是说他取走三千八百人民币的钱 光手续费就得刷三十八万 这三十八万谁得了 银行得了 所以银行本身提手续费 尤其是境外提款的手续费 还有的呢 你诈骗之后呢 比方说公安机关要发现了 赶紧冻结账户资金 冻结账户资金之后呢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犯罪嫌疑人 抓不着 那判案率也低 那么这钱放在哪呢 往往在没有结论之前 先放在银行里 公安部门就讲 光福建省的银行 就这样的 现在还没有破贴 资金各银行里就有几千万 所以我说 无论银行部门还是运营商 这种事情我认为 应该强制的下命令 让他进这方面义务 因为你这是公益部门 你要肩负着很多社会责任的 所以我刚才说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和这个银行 这是抓准海外电信诈骗的 最最重要的原因 关节所在 这边是什么事 我认为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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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